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这节课来看一下Python的缺点 任何的语言它都不是完美无缺的 有优点就必然有相应的缺点 那么Python最主要的一个缺点就是慢 我们说一个语言快或者是慢 它一定要有一些对比的对象 那么如果我们说Python的缺点是慢的话 那么我们是在对比C、C++和加万 相对于这三个语言来说的话 Python的总体运行效率是比较慢的 好,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 现在这么多的语言它大致是可以分为两类的 我们看一下 第一类是以C和C++为代表的编译型语言 另外一类是以JavaScript和Python为代表的解释型语言 好,接着我们来说一下这两种语言最大的不同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对于编译型的语言而言 我们的编译器会把C和C++他们所写的代码 根据本地机器的环境编译成这个机器码 而这些机器码是非常接近于我们底层的 所以说越接近底层它的执行效率就越高 而对于解释型的语言来说 它并没有这个预先编译的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次去执行一段应用程序的代码 这些语言对应的解释器都会去解释相应的代码 所以说相对于编译型的语言而言 那么这个解释的过程是比较慢的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还有一些常见的语言 比如说Java和C++ 它们是属于什么类型的 那其实Java和C++它们到底是属于什么类型 现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所以说我既没有把它归属到编译型 也没有把它归属到解释型里去 原因就在于编译型和解释型这种语言 是非常古老的一种分类 但是随着语言的不断发展 再用编译型和解释型去严格区分语言的类型 已经不合适 Java和C++这两种语言是非常的相似的 都是我们的经典工业型语言 但是它和编译型语言的区别就在于 编译型语言我们刚刚说了 它有一个预编译的过程 会把我们的代码编译成这样的一个机器码 那么我们的Java和C++ 它在执行程序之前也有这样的一个编译的过程 但是它不是直接把代码编译成机器码的 而是会编译成一些中间的代码 比如说我们的C++ 它在编译了之后会形成一个叫做IR的中间代码 那么Java和C++可以归属到解释型的语言里吗 其实也不太合适的 因为Java和C++它们确实是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预编译的过程 那么我建议大家不要过于纠结某一种语言 到底是属于什么类型 因为这些类型的区分都是我们人为去定义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 既然我们说编译型的语言运行效率是更高的 那么为什么还要有解释型语言的存在呢 那其实这是因为我们谈到效率的时候 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 效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运行效率 另外一类是开发效率 它们都是属于效率 但是往往而言 对于语言来说的话呢 这两种效率是不可兼得的 Java和C++由于它们更接近于底层 所以说它们的运行效率更快 但是正是由于它们更接近于底层 所以说它们要操作很多这样的一些底层相关的一些API 所以说这样一来 它们的开发效率就比较低 而我们的Python属于比较高级的语言 它们并不会去关心这样的一些底层下面的API 是如何调用的 所以说它们有更高的开发效率 所以说大多数情况下面 语言是没有好和坏的 只在于合不合适 比如说如果我们对性能的要求很高 那么我们需要去选择Seek或者是C++ 而如果我们对性能的需求不是那么高 其实我们更加应该看重的是开发效率 现在计算机的性能是越来越好了 大多数情况下面 我们不需要太担心运行效率 更多的时候应该关注的是开发效率 人的时间远比机器要宝贵 选择语言一定要合适 如果说你要开发一个外部应用程序 那么使用汇编和Seek就非常的不合适 因为它们的开发效率太低了 所以说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我相信现在主流语言的流行 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会说哪个语言运行效率又低 开发效率又差 还有人会去使用它 所以说大家不要因为Python慢这个缺点 就放弃使用Python Python的慢在于它的运行效率稍慢 也不是说它非常非常的慢 慢到让人难以忍受 我们Python最主要的关注点 还是在于开发效率上面 Python的开发效率是相当高的 其实现在我们放在一个大环境下面来看 决定一个应用程序最终运行速度是快还是慢的最本质的因素呢 其实并不是这个语言本身 而是我们程序员的编程思维和编程功底 好最后我要说一下一个语言快还是慢 这个我们讨论的只是在最理想的一种情况下面的快和慢 即使C和C++它本质来说运行速度是非常快的 但是如果说你的编程功底不够的话 这些很快的语言也会被你写出很慢的代码来 比如说我们国足各项的基础设施都非常的好 但是并不见得一定能够踢得过别人很多基础设施不好的国家 这个里面存在着一个技术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